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股五盘节目 我是徐一璐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5年2月5日 一起来看一下美股在周四的五盘表现 周四美股高开 各大板块走扬 道指一开盘窜升122点 波士顿联储主席认为 美国没有通胀率上涨的迹象 近日投资者的关注力将从希腊问题上 转向企业财报和经济数据方面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 特斯拉股价的下跌 是投资者买入的好时机 丹麦银行连续三周四次降息 近日快讯 美国律师事务所向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提起诉讼 称阿里巴巴涉嫌违反美国证券交易法 阿里巴巴股价应声下跌90美元大关 报89.57点跌幅为0.48% 最近淘宝首饰无人机配送成功 阿里竞争对手Amazon交易代码为AMZN 宣布开发无人机配送系统 高层表示正在寻求 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许可 Amazon股价持续走扬 报371.07点 涨幅为1.73% 今天油价直线拉升 美国轻质原油价格 报每桶49.60美元 涨幅为1.22% 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1.77% 报每桶55.85美元 巴菲特在接受美国福克斯采访时 表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美联储加息不可行 加息只能推高美元 重挫美国出口 下面来关注一下宏观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12月贸易逆差为465.6亿美元 预期是380亿美元 美国去年12月出口总额是1948.8亿美元 低于预期并小于进口总额的2414.4亿美元 贸易赤字的飙升近两年来最高位 主要是近期能源板块的变化有关 1月31日当周 初请失业金人数时27.8万人 少于预期的29万人 同比下降15% 这一乐观基调将影响到 明天出炉的劳工部报告 美国去年第四季度 非农生产力萎缩1.8% 2014年第四季度 非农单位劳动成本出值是2.7% 预期是1.2%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个股方面 第一个是建筑材料和化学制品生产商 Volcan Materials 交易代码为VMC 今日公布收益好于预期 原因是出货量的激增 公司第四季度获利增长3800万美元 收益上涨11%至7.55亿美元 高于预期 公司高层表示 市场对该公司的产品需求量上涨 并展望下一财季的利润 将会持续走扬 公司股价报71.47美元 第二个是美国女装品牌 Michael Cross 交易代码为KORS 公布财报好于预期 主要是去年假日期间销量激增导致 但是目前又有所回落 公司获利3.03亿美元 和美股1.48美元 股价下跌2.38% 报69.68美元 第三个是美国最大的制药商 辉瑞交易代码为PFE 公司公布以17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美国药物及医疗设备制造商 Hospra交易代码为HSP 辉瑞计划整个财年 美股盈利增长至12美分 今天股价上涨3.34% 报33.14点 第四个是美国医疗保险巨头 信诺公司交易代码为CI 公司公布财报好于预期 主要得益于保费收入的提振 以及成本控制良好 该公司获利增长至4.67亿美元 和美股1.77美元 营收增长10%至89.3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 今日股价上涨2.16% 报112.48点 好 以上就是美股在周四的五盘表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收盘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